近日,潘长江的女儿潘娘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段视频,视频中,因为是母亲节,所以,潘娘准备偷偷地去给母亲送上一束鲜花。 当时潘长江的老婆杨云正在小区里,带着小孙子散步,因为是惊喜,所以是悄悄地过去的。 视频中,我们刚开始看见的,就是一老一笑两个背影。 从背影来看,杨云的身高还是比较高的,穿着一条碎花长裙,长发扎起了一部分,看上去就是感觉应该挺优雅的。 而当潘娘将花送到妈妈的手中时,我们也就看见了杨云的正面,她戴着墨镜,因为收到了女儿的礼物,所以笑得很灿烂。 而且看起来保养得非常好,感觉还挺年轻的,气质也非常好,是一位很美丽的妈妈,而且从身高和相貌来看,和潘长江其实并不般配。 不过两人从1981年结婚到现在,也是已经快40年了,但是现在仍然十分恩爱,夫妻俩感情非常好,但是即使这么恩爱,得一对夫妻,当初也差点分封离析。 这是为什么呢? 潘长江因并身高矮小潘长江出生在一个离人世家,父母都是平剧演员,小时候的生活虽然不富裕,但是也是非常幸福的。 不过在他五岁时,因为平凡喝水上厕所,所以引起了家人的注意,父母带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的的是一种怪病,叫做尿风症。 父母知道这个消息,立马带着他到处求医,可是却被医生告知,这个病没办法治,孩子最多只能活二十五岁。 好在后来有位老中医把这个病治好了,但是因为常年吃药,所以安长江的身高被定格在了一米六。 不过因为他的身高,所以在外面经常受到歧视,在他二十岁时,认识了一个姑娘,不过被女孩子家里人知道后坚决反对,所以这段感情结束了。 他二十三岁时,在一次下乡表演时,他遇见了杨云,第一次见面时,潘长江就觉得这个女孩好漂亮, 亮,所以就有了好感。 不过,当时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追求他,可是因为杨云想学习凭据,所以潘长江见水楼台先得月了,在相处中,两人慢慢培养出了感情。 不过,本来杨云家人也是不同意的,毕竟以他的那个身高样貌,一般家里人可能都不会同意, 但是两人克服千难万险,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。 红了之后的潘长江却想抛弃高康之妻在结婚后,因为平剧团还没有跟安长江分房子, 所以,他们只能住到剧场后的一个厕所里,虽然找人填平了,不过还是会有一股意味。 墙面上也都是青苔,而且到处是文字,天气冷的时候,睡在那像个冰窖一样,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,夫妻俩住了八年,这期间,女儿潘云出生了。 为了妻子和女儿,潘长江开始出演小品,之后开始了《大红大紫之路》, 1996年,还登上了春晚舞台,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。 潘长江也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来到了北京,之后的她成为了春晚的乘客。 火遍大江南北,不过这个时候的她,开始觉得杨云处处不顺眼了。 杨云也明白丈夫红了,开始看不上自己了,但是为了维护这个家庭, 杨云面对潘长江的挑刺时,总是默默忍受。 而且她经常和潘长江一苦思甜,告诉丈夫得给女儿完整的爱, 还把公公婆婆接到家里,一家人其乐融融的,非常温馨。 慢慢的,潘长江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, 明白要是离婚了这个家就没了,所以后来她也是向妻子道歉。 而杨云终于等着丈夫醒悟过来,原谅了她搬下的错误, 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,也希望可以继续幸福下去吧。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